朋友呢,我們麻煩陳寶基主委 主委您好,我很早 您早,很辛苦 我今天有三個問題 來跟你請教 第一個是有關於 貴會 在3月19號 星期一晚上所發表的 陳寶感行政調查報告 他有講到說 的確有高病原病毒 但是呢,沒有高病原疫情 所以沒有隱匿 他講到沒有高病原疫情 所以沒有隱匿 那麼,我要請問主委 新市發生在2009年的3月 而新市的旁邊 散化 散化的旁邊 關田 關田的旁邊 六甲 所以,這四個鄉鎮 全部都淪陷 主席,請中斷計時 好,請繼續計時 這個 四個鄉鎮呢 齁,現在區,都是 匹林在一起 那麼,全部都有H5N2的疫情傳出 那我要請問主委 如果是新市的機場 或是散化的機場 或是關田的機場 裡面呢 齁,有查出H5N2 那麼裡面 由於死亡率低 因為我們在今年初之前 你們都用目測 高過檢測 所以因為 有H5N2的病毒沒有錯 但是死亡率低 所以呢 你們就沒有加以通報 沒有加以公告 如果這樣講的話 那麼 表示說沒有疫情 我要請問主委 是一個機場裡面 確定有H5N2 有幾隻機 死亡嚴重 還是像現在 四個鄉鎮的機場 全部都淪陷 哪一個比較嚴重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個也就是 在這一次的群友感 爭議的來源 那 剛剛委員所指教的 這一個部分 我們認為 有高病原的病毒 其實它就是屬於 高病原的群友感 現場的疫情 現場的疫情 它因為它的許多因素 它沒有辦法 像 這一個書本上所講的 它的死亡率必須要非常的高 這個是長久以來 主委 問題就在這裡 因為在今年初之前 你們用目測說死亡率低 所以沒有通報 沒有處理 才會從新式到 散化到官田到六甲 整個擴散出去 這個才是災情啊 這個才是災情 而你們說這個有高病原病毒 沒有高病原疫情 所以沒有隱匿 這樣可以被接受嗎 四個鄉鎮的機場 全部 整個都要撲殺 到底是當初 發現的時候 趕快通報 趕快處理 新式的機場 全部處理完 整個疫情控制下來 比較重要 還是 還是 現在變成這樣 你們還在講說 沒有疫情 不過我想這一點是 我們必須要深切的去檢討 對於疫情的 知過能改就好 我現在 我沒有追究你 我要追究 我第一次看到 台灣最有 擔當的 這個政務官 就是陳五雄 我願意自己跳出來說 我就是大老闆 因為他已經沒官位了 他現在跳出來扛責任的話 或許過了幾年 你機不保啦 保機保不住啦 他又回來 所以 我是為了保你的官位 您坦白講 這個陳五雄以外 在上面行政院成績的 誰是大老闆 我想秦柳桿的 整個疫情通報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低病原性 這個93年以後就在台灣就分離過 低病原性 也是H5N 所以93年以後的行政院長都是大老闆 不是 那低病原性是不需要到行政院 那高病原是在2009年就有 所以2009年的行政院長就是大老闆 高病原在以前的這些通報裡面 都並沒有確認 這一點特別對於2009新市這個案子 我們會做詳細的調查以及來處分 好 謝謝 我現在另外一個問題 第三波的中資來台投資有沒有開放中國資金到台灣來投資這個農產品種的研發方面的投資項目 對於這個品種研發沒有 沒有 那麼 在我們第一波第二波裡面 農委會呢 是開放行銷通路的服務業有關於農產的 那麼排除什麼呢 排除稻米 排除小麥 麵粉 這方面的行銷的服務業 所以中國的 業者將來可以到台灣來 行銷 有關於 這個稻米小麥以外的 谷類啦 蔬菜啦 肉品啦 水產啦 他們可以來做這服務業的通路對不對 來行銷對不對 這個僅限於我們國產品 他不能夠 進口 他們那邊的產品過來這邊行銷 這就是我在跟你報告在這裡問你的問題就是說 稻米小麥排除 因為稻米小麥對我們很敏感 所以我們排除 不讓它做服務業 也不讓它進口稻米進來 但是你在其他的農產品 允許他進來進行服務業通路 我懷疑你們在準備 將來要讓中國的農產品 透過ECFA到台灣來 所以你讓他們的銷售管道的服務業者 先行到台灣來 不讓你讓他們 主委 主委你能不能幫我保證 只要 您在台灣的一天 不允許中國農產 零關稅進台灣來 不過我想 目前為止呢 我們是 這個 不開放 大陸農產品 進一步進口 目前 我要的就是 您在台灣的一天 您不要看到 中國的農產 零關稅進到台灣來 我發現你們在開放 已經讓中國的服務業者 已經那個 銷售管道已經開始先行進來 你們準備要讓中國的農產品 在ECFA底下 零關稅進到台灣來 不過我想這個 我們會在 整個WTO的架構之下 去談這些問題 所以委員報告 主委員不敢保證 不敢那麼保證 對於跟大陸的農業的關係 我個人的看法是 持著比較開放的態度 我不能開放 不是開放 因為我們跟中國之間 台灣跟南中國之間 緯度相同 氣候相同 我們的品種技術 就像你講的 從日本時代到現在一百年來 我們台灣人的 精英就是研究農學醫學 所以我們很多品種技術 現在被中國拿走以後 他在那邊培養出來的農產品 公民的品質是一樣的 我們的緯度跟他相同 他運到台灣來 就你們服務業的開放部分 將來 我們的農產品 我們農民有321萬的農民 我們生活完全受到 很大的衝擊 我跟委員報告 如果台灣的好的這一些 技術沒有辦法 出我們的國門的話 我們這個農業的技術 勢必會變得非常的沒有競爭力 我們的市場太小 我們所以我 技術在台灣使用 製造培養 耕種 產品銷到美日歐 這樣價格才會好 農民的這個 生活才會改善 如果是技術的話 將來很多研發公司是私人企業 私人企業呢 他的技術到國外使用以後 對農民的生活是沒辦法改善的 不過這一點 我想我們 我早時間還跟徐委員來請教 因為 如果一個產業只限制在台灣發展的話 這個產業未來的發展是會隨著開放 農業有很大的本土性格 也就是你必須在本土耕種在這裡培養 農民才有生活 是 才有保障 至於研發農產品的研發部分 那不是農業 那不是農業 農產品的研發生物科技等那些不是農業 我們現在你是農委會主委 你要保障這三百多萬農民的生活 你就要讓他們在這裡有耕種 有出口 這樣才能保障他們的生活 我是希望把農民這一個名詞 把它變成農業的從業人員 不要再用農民的這種概念 去把整個農業的發展 把它定在一個 我們永遠在福利政策跟產業發展之間 沒有辦法跳脫 那這樣很危險 表示主委你有意識 要放棄這台灣的土地來耕種 就是反其道而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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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耕種 在這裡研發 在這裡改善我們的品質 銷售到歐美日 這樣才是我們正確的管道 這個都是我們考慮的 這個努力的方向 好 謝謝